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 我们今天不讲新闻,而是讲一个故事 亲爱的母亲,今天是我人生目前所经历过 也可能是日后所会度过的所有圣诞节当中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次 没想到德国士兵会在他们的战壕边 摆满了欢度佳节的灯火 还大胆地穿越了铁丝网,跑来我们这边 跟我们说圣诞快乐之类的话 同胞中也有一些家伙 心高采烈地过去拜访德国的战线 最后,忠心向您与邻居好友们 致上最和蔼的问候,并附上满满的爱 你的男孩 1914年圣诞节后 一名英国士兵写的家书《共识业》 在2006年以400英镑的价格进行拍卖 最后,由摇满歌手克里斯·德伯格 以14400英镑的高价净拍了下来 他的叔叔 暂时当年一战战亡的无数军官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两个敌对阵营的士兵们 在108年前圣诞节的欧洲西线战场 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武器 互助圣诞节快乐 而且还自制足球 进行了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 这段历史成了圣诞节的佳话 还被后人拍成了电影《圣诞节休战》 有人说是圣诞节停止了战争 而事实上 战争并不是由圣诞节遏制的 而是被唤醒的人性停止了战争 然而 圣诞节休战只维持了一天 因为在政客和军官们看来 这些士兵通通是一群不听话的部下 甚至要处罚他们 但在当今社会 人性逐渐被政治和利益所取代 人们已经渐渐失去了对神的敬畏 这个老故事 对我们来说 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为这是对人性的一次激励 下面 让我们来一起重温这段 充满着浪漫和传奇色彩的历史 并祝所有观众圣诞快乐 1914年8月 德国入侵比利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时 欧洲大陆的霸主德意志帝国 本想通过优势兵力 一举击溃法国 再回头全力对付东线的俄国 然而 作为闪电战的创始人 德意志皇帝 威廉奥式的卢役算盘 却落空了 法军不仅顶住了德国的进攻 而且与英国和比利时组成了同盟 最终 双方在法国的马鞍河半遭遇 短短几天时间 在狭长的200公里战线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谁也无法将对手彻底打败 第一次马鞍河战役结束后 双方有攻防战转为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数百万士兵在逐渐转量的天气中 传缩在冰凉的战壕里 咀嚼着变质的食物 忍受着瘟疫和狮子的折磨 还要时刻准备迎接对方发起的一阵阵冲锋 在马鞍河战役期间 双方伤亡达到了50万 马鞍河会战 伊普尔战役 以及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战斗 让20世纪的人们都活在动乱之中 与痛苦相伴 地球成为人类的修罗场 几乎在所有人眼里 这场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 规模更大 在国内 英国的战争海报 将德国敌人描绘成一个个愤怒的猿猴 决心毁灭无辜的英国人 而德国的宣传警告说 英国的胜利将意味着 蓝亿蓝的贫困和毁灭 这是全面战争的语言 在欧洲人的心目中 这是一个非赢祭死的问题 士兵们在宁宁的战壕里 不停地互相设计 仅仅30码外的另一个人 就足以开火 1914年12月 战斗已持续了4个月 整个西线战场就像个绞肉机 生命的逝去 炮弹的震颤 肢体的破碎 让士兵们陷入了 无法想象的噩梦之中 双方的士兵们都身心疲惫 他们厌倦了战斗 厌倦了看到朋友 甚至是敌人 在战争中死去 厌倦了等待自己的死亡 他们幻想破灭 醉山梦死 已经接近圣诞节 许多国际人道组织 妇女团体 乃至宗教机构 包括了当时罗马天主教教宗 本堵十五世 以神的名义公开呼吁 希望所有交战国 不分彼此 立即放下武器 不要再制造无畏的死伤 大家好好坐下来谈 尽快签订合并协议 或解决方案 但是 几乎所有交战国的政客们 都明确否定了这些建议 认为死乃富人之人 毫无明智可言 以战止战 方为两方 成了他们的共识 军方的领导人 更是表态 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已经宣战的双方 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甚至有人说 管你什么圣诞节 管你什么耶稣降生 谁敢自行修战 一律军法严刑伺候 12月24日 英军向下属的各个部队 发出警告 德军正在策划 发动圣诞节攻势 事实上 这个情报是上司虚构的 将军们不希望前线战事 在善诞节期间放松警惕 晚上8点半 英军战士强打精神 监视着对方的阵地 这时 德军战地开始了新动作 不过 他们不是发射了一颗颗子弹 而是在战好的顶端 摆上了一根根蜡烛 和一颗小善诞树 德军在那边 唱起了小调 英军却紧张不已 他们把所见所闻 向上司汇报 得到了不要开枪 密切监视对方的指令 根据战地记者的报道 和目击者所说 1914年平安夜 英德士兵 在距离敌人150米远的地方蹲下 外面是五人区和敌人的战壕 这时战斗戛然而止 1915年1月1号 发表在《拜德福德郡时报》 和《独立报》上的一封信中 一名英国一等兵 讲述了他在圣诞节 凌晨一点执勤的经历 我当时在放哨 一个德国人 祝我早上好 圣诞快乐 我一生中 从未如此惊讶过 当黎明到来时 我看到他们都坐在战壕上 挥舞着双手 对我们唱歌 1918年1月8号 另一名英国士兵的信件 发表在《卡莱奥》杂志上 记录了英军和德军 庆祝圣诞节的过程 士兵们一起唱圣诞颂歌 交换香烟和纪念品 并为国王的健康赶悲 他说 他们团还与德国人 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 德国人以三比奥击败了他们 一名比利时士兵写道 一位男中医站了起来 用洪亮的嗓音唱起了 克莱蒂安的舞步 炮声停止了 赞美士唱完后 我们这边和德国战壕里 爆发出了掌声 实际上 这些并不是个例 在前线的许多地方 交战双方的士兵们 都走到了一起 放下武器 庆祝耶稣的诞生 库尔特·泽米士 在战前是一位老师 不少德国士兵 曾在英国打工 会说英语 他们率先打破了战场上的寂静 圣诞快乐 英军弟兄们 你们是央格鲁萨克逊人吗 我们是萨克逊人 这句话迅速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有人开始把头伸了出来 有人开始爬出了战壕 甚至有人穿越了铁丝网 和对面的士兵聊起了天 很快他们就发现 敌人并不像政客们所说的那么邪恶 他们和自己一样 也是一群被冻得够呛的小伙子 最终双方的手握在了一起 昨天还兵戎相见 互射子弹的双方 现在已经勾肩搭败 交换香烟了 在战地上 祝你善诞快乐的祝福 和颂歌此起彼伏 泽米士在日记当中写道 就像一个光明的节日 有人说是天使降临 唤醒了士兵们心中的善意 200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当天使们出现在 巴里汗城外的牧养人面前时 他们讲述了耶稣化身的伟大信息 并唱出了几个世纪以来 普遍流传的圣诞祈祷语 地球上的和平 人类的善意 要知道 作为激战双方 如果那名英军岗哨 射杀了圣诞节午夜 来到他胸墙前的德国人 没有人会责怪他 但他没有 他是一个足够浅诚的基督徒 与他的敌人 一起庆祝基督的降临 即使同时继续相信 他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事实上 1914年12月24号上午 在当时的欧陆西县战区 高达10万名以上的德国和英国士兵们 居然都在毫无预警之下 自发停止了任何武装活动 原版轰隆隆的炮火声 此刻已经是善诞颂歌 中午过后 德军部分士兵 更在位于比利时战区的 最前圣战壕里 就地取材 以手边可用的工具线材 摆设起了蜡烛 圣诞树等装饰道具 并开口大声唱起了 赞美主耶稣降生的圣诞颂歌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予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侧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夜幕低垂 在枪支与大炮 布阵对峙的双方 先是彼此用自己的母语 吟唱着同样旋利的圣诞歌曲 然后互相高喊道贺 祝福对方 午夜时分 2000年前 伯利恒的奇迹再度试现 英德两军似乎不曾交战过 大家走进了对方的战区 握手寒暄 互道家常 还各自交换与分享了 截然不同的善诞礼物 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结束 在绵延数百公里的马鞍河畔 到处都是欢乐祥和的气氛 然而 很多英国人不会德语 而会说英语的德国士兵也不多 他们需要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来交流 让我们来踢球吧 人群中有人提议 迅速得到了双方年轻士兵的响应 据说德军获得了大多数足球比赛的胜利 但在一场英军获胜的赛后 德军为英军颁发了冠军杯 一个用来喝德国啤酒的马克杯 杯子上的明文写着 兄弟请你端起酒杯 预备以军人万岁 现在这个杯子仍收藏在伦敦的帝国战战博物馆中 不出所料 士兵们自发的休战 让当时的前线指挥官们异常恼怒 他们认为这是莫名其妙的愚传行动 简直把军令当作儿戏 不过人性再次战上了政治 这些具有浓厚信仰基础的指挥官们 最后还是特别开恩 表示1914年的休战是可被原谅的意外 但日后明年或者是战争结束之前 绝对绝对绝对前线不得再有这种脱续的行为 究竟谁先放下了武器 曾经众说纷纭 大多数人认为 是德国人先开始庆祝圣诞节的 因为他们的时区比英国和法国早了一个小时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无人去没有杀戮 德国士兵一侧出现了带有蜡烛的小圣诞树 同盟军的士兵们拿起了香烟 挥舞着军帽 歌声和笑声驱散了杀气 最终双方约定 在第二天开战前做一件善事 在不少随军牧师的带领下 双方士兵清理了阵亡的同胞尸体 并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更重要的是 这次契机让双方看到了战壕里另一侧的敌人 这些所谓的敌人 并不是军官和政客们口中的怪物和嗜血狂魔 反而是和自己一样 经历了几个月战争后 疲惫不堪 想家的同路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告知 会在上诞节那天回家 然而 到了这一天 战斗仍在持续 一切并非事实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战地游地员会给双方的士兵的家里 带信和礼物 而在一些战壕里 交火的命令被公然无视 有些战场的军官自己 也下令掩齐息鼓 你们不开枪 我们就不开枪 成了双方的默契 据报道 在平安夜那天 温度骤降 冻结了地面的泥浆 天上下起了薄薄的小雪 双方的士兵们抬起头 凝视着雪花 迎唱起善诞颂歌 师兵们表现出了对战争的蔑视和勇敢的精神 在他们曾经恐惧的心里 逐渐燃起了希望之火 聖诞节很快就过去了 停火也结束了 双方又恢复了过去的常态 趴在冰凉的战壕里 举着枪死死盯着对面的阵地 除了偶尔出现的密集枪声 就是接下来死一般的寂静 然而 这个短暂的圣诞节修战 还是被流传了下来 它超越了政治 超越了人类的是非 让后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看到了神性 在人心中的复活 人类还有希望 好 谢谢大家 再次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